台湾美食的骄傲 很多人会赞起大拇指说是牛肉面 但是要当心吃入过量的那 可是会对肝跟肾造成负担的 现在有平面媒体抽验知名的牛肉面店 也发现了像是北市桃园街老王纪 579牛肉面 一碗面的汤 等于都是加入了十尺的盐 另外像是包括了知名的林东方牛肉面 三商巧服 甚至是洪师傅跟老董 也都是那含量超标 一块块多一只台鸭的红烧牛肉 夹在面里头最后撒上葱花 像分配的牛肉面就拧上桌 挑动韬客的味蕾 结果这样一道国民美食 里头的那含量可是大大超标 吃上一口究竟吃进多少那 来看看这惊人的数字 有点媒体抽点市面上 几家知名的牛肉面店 每100毫克的那含量 林东方437毫克最多 其实是三商巧服的417毫克 台湾街老王纪409毫克紧追在后 排在第六的老董牛肉面 含量也高达340毫克 你知道吗 吃上一碗牛肉面 相对吃进10汤匙的盐 对 就是那种味精可能不是很多 还是太咸 自己煮也会差不多是自己煮的 每100公克 平均含量含量就已经很惊人 如果是喝下一整碗汤来计算 台湾街老王纪 以14608.6毫克排名第一 5794082.7毫克 林东方3717.1毫克 位置23名 远超过成人一天摄取量2400毫克 营养师表示400毫克的钠 相当于一公克的盐 成人每日的钠摄取量 请勿超过6公克 吃多了会对干肾造成负担 专家也建议吃牛肉面 最好少喝汤多喝开水来稀释 免得贪嘴却伤了身 真是一条声音台北情报报导